火鍋料女王陳立湘 她研發出了很多創新的包線火鍋料 還外銷到美國 新加坡 香港等地 公司年營收破億元 但這亮眼成績的背後 其實有一段絕境求生的故事 陳立湘本來是跟丈夫 一起經營火鍋料工廠 但二十幾年前丈夫離癌過世 當時的他負債六千萬 還有兩個孩子要養 讓他壓力大到一度有親身念頭 但最終火鍋料女王 是成功翻轉自己的人生 從谷底爬七 這邊是 雪櫻 然後這邊是 稿 稿母 你說他們兩個特點分別是什麼 這個是比較軟脆 對 這種它沒有什麼彈性 但是它有魚的香味 所以我們所有做電製品的東西 如果沒有這樣大的話 那個魚做出來就不會好吃 雪魚漿跟狗母魚漿搭配 夾進綠色的潑菜 正在做的是火鍋料 魚包蛋的外層 這邊是做魚包蛋 但是剛剛你看看它下面打椒 它要加水汁的 龍蝦沙拉 就是我們目前教售第一名的 最夯的產品 因為魚包蛋比較年輕朋友喜歡 小小火鍋料 雖然只是吃鍋的配角 但學問可大得很 像是魚包蛋 水煮時得分三段升溫 外型才會漂亮 像我們外層都是加了天然的東西 可以 像菠菜 然後一下來 你就不能太溫的太熱的水 它會馬上滑掉 而且這個便宜是會暈開 所以我們就先讓它定型 定完型以後 等到菠菜完全跟魚漿融合之後 我們再去水煮 再從90度 然後到170度到180度 金黃色的球狀火鍋料 內餡是龍蝦沙拉口味 旺季時一定要做多達8000公斤 是他們最熱賣的產品 在這裡就要做篩捲 像有的破洞的啦 有的沒有炸熟的啦 或者有個剛好黏在一起的 像這樣我們都要把它飄掉 把它掉了 像這樣子有沒有 它是出來的時候 是兩顆黏在一起了 所以這樣子我們都要打掉了 對生產線上每一個環節都撩弱指掌 陳立香以前跟先生一起經營火鍋料工廠 原本是業務的他並不懂生產製造 直到二十幾年前 先生突然離癌去世 他會突然得到血癌 是因為太疲累了 因為82年那段時間 其實銀行貸款差不多要十幾% 那我們當初的投資 只有五百萬 那你想想看 五百萬要怎麼去撐一家工廠 其實很多銀行都不願意貸款給你 所以他為了要跟銀行這些 銀行的人網絡你知道嗎 所以每天幾乎都 早出晚歸的喝得很晚 所以這段時間他把身體搞壞掉了 但是我們業績上來了 生意上來了 正要開始賺錢了他走了 所以那時候整個股東裡面 又內戰又很混亂 所以那段時間 其實我自己本身也差不多 要被這些股東趕出去了 因為他認為 女女人什麼都不會 你憑什麼來管理這個公司 先生從發病到離開 只有短短13天 成了單親媽媽的陳立香 有兩個孩子要養 還得面對股東逼退壓力 那段時間日子其實過得很低潮 一度想要去自殺 那但是小孩子的聲音告訴我 我一定要堅持活下去 因為我為他們兩個 要把他們撫養長大 所以我就繼續撐 撐到現在 當初他們會選擇 讓我把這個公司撐下來 是因為他看準了你根本不會做 我等你把這個公司搞垮了 我再承接 當時債務高達6千萬 OEM訂單利潤薄得可憐 也讓陳立香意識到 繼續在紅海市場廝殺 是死路一條 這個產品是我的救命 救我的命的一個產品 那因為當初我們正逢股東分裂 然後所有的股東都出走了 所以原料配方都帶走了 那我那時候等於是 有的市場沒有原料 沒有SOP 都都沒有了 那時候沒有配方對不對 都沒有了 因為所有的股東走掉 那廠長這是股東之一 他就把它都都帶走了 那個時候我就 其實面臨官場的命運了 那時候我實在想不出辦法 所以我就靈感一來 因為我小時候住宜蘭 媽媽最喜歡做那種 蚵粥子 就芋頭把它弄成麵粉以後 下去炸了 那我想說既然這樣的話 我能不能跟人家不一樣 就把它拿來 搬到宜蘭裡面 那因為那個時候 沒有人敢顛覆傳統 就是火鍋的時候 不是丸子嗎 就是宜蘭嗎 就是很 那我想說 那我的創新跟別人不一樣 顛覆傳統火鍋料 研發各種創新口味 市面上許多包餡火鍋料 當年都是由陳立香創始 很好吃 而且裡面起司好濃 對 我跟你講 起司是我們用摩托羅拉的起司 是喔 那成本應該很高吧 很高很高配上 所以我說這一個是特別貴的 為什麼那時候會想要研發 一個成本這麼高 因為現在的人吃得少 那需要要的是一個質量 所以你做的品質太粗糙的話 就打不到它的質感 我想到的一個危機意識就是 現在人口越來越少 少子化嘛 那你不能再做太多的熱色食物 那你把裂粉加了那麼多 東西賣得那麼便宜 可是人家吃了一次以後就不來吃了 你怎麼去提升你自己的格調 提升你自己的品質 所以我那個時候 大概在十年前 十年前我就毅然決然 我一定要改頭翻面 好 那這一批的話 我們現在正在趕著吃 要到香港去 香港的超市它也賣得非常好 那目前這一家 這一家它本身就是 自己有二十多家的超市 所以它買我們小包裝去以後 它就直接成列在他們架上了 如今陳立香的火鍋料 賣到美國 澳洲 香港 新加坡 營收破譯 回想起當初一路走來的艱辛 它有不同的體悟 有時候危機反而是轉機 剛好也要感謝這些股東 他們給我的刺激才讓我成長 所以我一路走來 我還是感謝他們 沒有你們就沒有機會給我 沒有今天的我 所以我覺得任何事情 我們都要去正面去思考說 感謝你們 感謝你們當初這樣激怒我 刺激我 讓我想找回自己 把自己做得更好 傳承四代的百年魚漿工廠 如今是把觸角伸進了宅配 還有網路市場 而產品好吃有品質 就不怕沒人買 在新竹有超過一半的店家 都跟他們進貨